一项新的调查发现 中国人对他们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满意 并且他们对政府处理经济以及对外事务的能力越来越没有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项年度调查发现 公众对就业、社会保障和休闲生活的满意度降到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 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研究人员表示 满意度如此低源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 这份名为中国社会蓝皮书的调查 把通货膨胀列为中国人最担忧的问题 中国11月份的核心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.1%